主料,鸡肉500克,辅量,黑木耳100克,香菇5朵,红椒1个,香菜2根,石油,食盐,蚝油,料酒,啤酒100,蒜头2粒,生姜1块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水把黑木耳洗净切条,红椒切断,蒜头切片,生姜切片,鸡肉多块,用料酒,食盐腌制,香菇泡水备用, 锅烧热,不用放油倒入鸡肉中火,慢慢煎至出油产体备用,锅内倒油,烧热倒入生姜及蒜绿边香,倒入鸡肉,慢慢煎至微广,将鸡肉腌制一边,倒入木耳及香菇月炒,将鸡肉和木耳翻炒均匀,食盐调味,将啤酒大火煮开转小火慢炙,在锅里的啤酒汁差不多收干时,倒入红椒,炒至断生,蚝油调味,出锅时, 炒上香菜即可,烹饭技巧,不一定要加木耳,可以加其他你喜欢的菜,做成干锅垫底也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